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家的一位少年比卢东生大不了几岁 对他很好 拿他当弟弟看待 两人建立深厚的友谊 这个少年并不是别人 他就是台国大将陈庚 后来陈庚因为不满意家中的包办婚姻 离家参军 两人断了联系 几年后卢东生参加了相军 在北伐战争期间与陈庚重逢 并在陈庚的引荐下光荣入党 后跟随陈庚参加了南昌起义 成为工农红军的一员 1928年他曾护送贺龙和周一群 去向西北地区工作 护送途中他表现的机制 留在了贺龙身边工作 并担任手枪班的班长保卫贺龙的安全 在与敌人的反围小斗争中 卢东生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发挥 1932年下部队曾被敌人打散 卢东生出围后身边只有一个营的兵力 兵力虽少那就看在谁的领导下 卢东生率领这个营转战厄遇闪川四省 经过一年的发展 部队发展到一千余人 并且战备物资丰厚 在与贺龙主力会之后 他们带回来的几万大洋 对红三军的帮助很大 有力地支持红三军的发展 长征结束后 他进入沿岸抗大学习 毕业后担任八路军358旅旅长 后因长征时的德曼京病 不得不离开抗日战场 远赴苏联阳币 并进入苏联佛龙之军事学院学习 并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抗争胜利前夕 他跟随苏军回到东北 为东北的解放事业 做出巨大贡献 抗争胜利后 他担任哈尔兵卫数司令员 松将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当时卢东升才37岁 真是前途无量 但是不幸的是惨剧很快发生了 1945年年底的某天晚上 卢东升结束一天的工作 因为会讲俄语 所以他去帮书记取行李 归途经中被遇到的两个苏联士兵抢劫 卢东升用俄语制止两人的无理行为 但无耻的苏联士兵拒绝后 还向他们开枪袭击 卢东升头部中枪当场身亡 索性警卫员趁夜色 顺着波子滚下去逃走 卢东升遇难后 被葬于农学院的临场中 建国后一葬于哈尔滨 列士陵员 卢东升 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人才 如果不遭此劫 或许在此后的战场 上将闯到更闪耀的战绩 建国后至少受上将 只可惜一代将星造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